安妮公主作为王位继承人 到欧洲各国进行友好访问 这一战她来到了罗马 意大利政府为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舞会 安妮优雅端庄 身着华丽礼服 她和每一位政府要员亲切握手 她笑意盈盈 和来宾们交流攀谈 然而在这表面的优雅和无聊的官方礼节之下 人们或许不知道 真实的安妮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少女 她爱笑 善良 渴望自由 讨厌日复一日的假笑 她会在接见来宾时悄悄踢掉高跟鞋 相比于真思睡袍 她更想穿着睡衣睡裤睡觉 甚至尝试一次裸睡 也没有什么不好 来到风景秀丽的罗马 她本想去领略一下古城风光 却被随从的人直接拒绝 因为她是公主 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她不能抛头六面 她必须时刻优雅 可永远接见不完的宾客 冗长的拜访 例行公事的记者招待会 永远挂着职业的微笑 回答着备好的官方答案 这些都让安妮烦闷不已 但没有人理会她的控诉 伯爵夫人照例给她送来 助眠的牛奶饼干 并且一边附述着明天的计划 她此次的欧洲之行 身负着改善贸易关系的重任 她要参观各国建设项目 要背诵各种演讲稿 要对无数人鞠躬微笑 对他们说着幸贵谢谢 终于 安妮再也无法忍受 她歇斯底里的朝伯爵夫人发泄 医生来了 为她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显然 在国家大义面前 少女安妮没有资格咆哮和崩溃 天一亮 她必须恢复端庄和成熟 侍从们离开后 安妮盯着华丽的天花板 不停仰望 终于 躁动的心驱使着她 前往外面的世界 于是她从床上爬起来 换上简单的衬衫长裙 偷偷溜出了大使馆 来到罗马街道漫游 街上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新奇 她在夜晚的热闹街头 看着笑着 然而没逛多久 医生给她注射的镇静剂 就发生了笑里 不知不觉中 她在喷水池边的一条长椅上睡着了 乔是美国新闻社的记者 这天晚上 她刚和朋友们打完牌回家 正巧看到迷迷糊糊的安妮 睡梦中的安妮念念有词 乔以为她是一个在狂欢中被灌醉的少女 就租了一辆出租车 想把她送回家 可安妮睡得太沉 怎么也叫不醒 无奈 乔只好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公寓 这一夜 安妮穿上乔的睡衣睡裤 在躺椅上睡了一晚 乔第二天有出席记者招待会 采访安妮公主的任务 她急匆匆赶往报社 却被告知安妮公主突然患病 而取消了行程 罗马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而报纸上安妮公主的照片 令乔意识到 原来自己昨晚捡回家的女孩 就是安妮公主 作为记者的她 敏锐地认定这是个独家大新闻 或许涉及政治 或许是公主的桃色新闻 乔欣喜若狂 她打算炮制一篇 关于公主出逃的独家报道 而这篇报道能为她带来5000元的稿筹 这对于都比脸干净的乔来说 简直太有诱惑力了 自己不仅会因为内幕新闻一夜成名 浑浑噩噩的日子即将结束 还可以趁此机会搞到回纽约的机票钱 乔甚至跟主编达成对赌 发誓一定会拿下独家 她还动用了摄影师朋友欧文来拍照 以便报道能有更高的价值 而安妮对自己将成为头条新闻的主角 毫不知情 从简陋的公寓醒来后 她十分慌张 好在发现眼前的陌生男人似乎没有恶意 随后安妮向乔借了一些钱 然后独自离开到罗马大街上闲逛去了 殊不知乔一直默默跟踪着她 不安事事的安妮对一切又陌生又好奇 她穿梭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在街边买了新鞋 剪掉了美丽长发 吃着冰淇淋和陌生人闲谈 乔趁机假装和她在街头偶遇 公主安妮隐瞒身份 说自己是学生 记者乔则说自己是推销商人 两人相谈甚欢 在乔的鼓励下 安妮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 于是乔带着她在罗马街头 开始了自己的假期之行 他们在路边咖啡馆喝香槟 聊彼此的工作和家庭 安妮第一次抽烟 第一次骑着小店驴在罗马街头横冲直撞 第一次被交警带到警察局 谎称赶去结婚 才躲过一劫 第一次来到许愿强许愿 第一次来到著名景点 真理之口 传说如果说谎 将会被真理之口咬掉手指头 乔假装被咬掉手指 吓得安妮赶紧扑入她怀中 安妮人生中 这诸多的第一次 可爱的 新奇的 搞笑的 毫无形象的 都被欧文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另一边 公主的失踪引起了皇室恐慌 国王秘密派出许多便衣 四处寻找公主的下落 当乔带着公主来到水上舞厅 参加舞会时 他们便被便衣警察发现了 便衣请求安妮公主随他们回去 而安妮坚决不肯 便衣准备强行将她带走 乔和欧文与众人撕打起来 任性调皮的安妮 也对便衣大打出手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混乱中 两人一同落入河中 好不容易爬上岸 湿漉漉的两人又狼狈又愉快 这一天 在罗马畅游嬉闹的短暂时光 让乔和安妮之间 产生了某种奇妙的情愫 他们默默看着对方 然后深情拥吻 两人回到乔的家中 喧嚣过后 他们平静下来 录音机里不断播报着 关于安妮公主的新闻 安妮知道自己身份暴露 乔早已将炮制新闻的想法 炮出脑后 不知不觉中 两人已坠入爱河 然而现实是残忍的 他们明白各自的工作和职责 也明白他们身份的悬殊 公主决定回去 回到那被安排的生活中 经历了这一日假期 安妮反而体会了自己 对国家对子民的责任 那是她的使命 乔开着车将安妮送回大使馆 趁着黑夜 安妮又悄悄地恢复了公主身份 临行前 他们最后一次相拥告别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时间 但他们已经认定 对方是自己的灵魂伴侣 公主的记者招待会继续进行 乔和欧文受邀前来参加 眼前的安妮公主端庄美丽 和前日看到的活泼少女 已然不同 当看到人群中 那个熟悉脸庞时 安妮心中或惊或喜 记者们照例抛出各种问题 安妮背着既定答案 不痛不痒地回答着 一位记者问她 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里时 安妮回答了一半官方答案 随后她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罗马 我最爱罗马 我将把这次访问 珍藏在心底 永不忘怀 乔在人群中默默看着安妮 想必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只有他们两个人明白 会议最后 安妮却打破流程 要和各位记者朋友握手交流 为了一个人 她听遍了所有记者的名字 为了一个人 她握遍了所有记者的手 两人近在眼前 四目相对 却有一道无形之墙阻隔着他们 欧文将安妮游玩罗马的照片 作为礼物送给了她 显然为了公主 乔抛弃了功成名就的良机 记者会结束 安妮最后看了一眼乔 然后转身离去 乔站在原地 目送那个背影消失在转角 就像那晚将她送回大使馆一样 而这一眼便是万年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罗马假日 是多少人的爱情白月光啊 虽然从头到尾 没有一句我爱你 但咖啡馆 香槟 冰淇淋 理发店 与你一起走过的街角 仿佛都在诉说我对你的爱恋 虽然两人的爱情发酵 就在一天之内 结束的迅猛也在刹那之间 只是短短24小时 却仿佛与你走完了一生 有人说 结局好伤感 多希望安妮回转头来 牵起乔的手冲到罗马街头 但表妹却觉得 这个结局恰恰好 虽看似是两个友情人分离的悲剧 但却是安妮公主的成长转折 这是一个国家大义战胜个人情感的故事 也是影片主题升华的精髓吧 从出逃公主到主动承担责任 安妮从懵懂任性到成熟克制 对于观众来说 结局一难平 遗憾巨大 但对于安妮和乔来说 谁也无法忘记那日一起牵手走过的罗马街头 这样的大爱 反而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刻骨铭心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或许来得更加深刻难忘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 我是表妹 咱们下期再见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